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主持人盛春 再见的白鹤滩水电站 代表着目前世界水电站建设的最高水准 当它建成之后 每发一天的电 可以为一个城市的16万家庭 提供全年的用电量 那它除了提供电力之外 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我们通过短片进入今天的节目 水力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重要能源工程 早在一百余年前 人类就开始利用水力来发电 1882年 由水轮发电机所发出的电力 就点亮了美国的三座住宅 1912年 我国第一座水电站 也在云南省的昆明市郊 投入运行 随着二氧化碳排放量逐渐增大 人类认识到 只有大力发展绿色能源 才能有效遏制全球气候变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 智能技术与传统工业相结合 我国的水电站也在不断发展 技术水平越来越高 但是受地理工程技术等多种条件的制约 我国水能资源目前只开发了一半左右 我国是一个水能资源丰富的国家 奔涌的大江大河 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 约占全球的17% 在我国的西部地区 有平均海拔高度在4000米以上的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也有平均海拔高度在1000米以上的 云贵高原 而东部开阔的平远 平均海拔在200米以下 这样西高东低的地势 让发源自西部的河流 一路沿着高山峡谷奔流 为我国带来丰富的水能资源 最近的普查显示 我国大陆水能资源 可开发装机容量 约6.6亿多千瓦 年发电量 约3万亿千瓦时 委居世界之首 由这些奔腾的大江大河 所提供的能源 清洁低碳 是绿色的 可再生能源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三峡白河滩工程建设部 技术部的副主任周梦夏 另外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程师郭亮 我国的水能资源有多不丰富 根据国际能源组织测算 中国的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 大概是每年有3万亿度电 类比美国 它也是一个自然资源很丰富的国家 中国将近是美国的6倍 这也是因为中国有很高的这种地势落差 然后同时也能形成较分配的水量 怎么利用水能 建水电站就是通过工程的手段 蓝蓄水量 那么在夏天水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水蓝起来 在冬天需要的时候 我可以慢慢地放下来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修建水电站 可以让这个电力的供应 能够更为人类所调节 我们为什么把水电称作是清洁能源 水电之所以是清洁能源 就是说在建成之后 它的运行过程中 是没有任何的碳排放的 那么就以我们今天的主题 白鹤滩水电站为例 白鹤滩建成投产之后 多年平均发电量 能达到600多亿度电 如果在同等的电力供应的条件下 相比火电 我们每年能减少 516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我们国家的小汽车的保有量 大概是3.7亿辆 按照一般的汽车的油耗来说 516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相当于全国所有的小汽车 少开700公里 而且它是诸多清洁能源的形式中 可以集中开发的 最为高效 最为经济的一种方式 在历史上 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 都是以优先开发水电 来满足自己能源需求的 有部分的欧美国家 水电和发电比例是非常高的 甚至能达到90%以上 那目前我们国家的水电站 在国家电网上发电的占比 能够达到多少 水电发电量的占比 大概只能占到六分之一左右 六分之一左右 如果是这么清洁的能源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 多建一点水电站呢 水电站的建设 它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 我们一定要依托这些大江大河 把水的流动 水的势能转化为动能 来带动水轮机 在高山峡谷 它的落差更大 那么我们可以更好地运用这个能量 但是是要克服一些 地质条件的问题 建站还不建站 我们要考虑综合性非常多的因素 像刚才周主任提到了 说我们的水能资源 其实非常丰富 但是否在这个位置合适 这其实是个综合性的一个命题 那么首先你要考虑的是 我在这个地方建水电站 到底是性价比高还是低 当这个位置虽然有高落差 但是它的工程施工难度非常大 或者说它往外输电的难度非常大 抑或是因为环境啊 等等其他的这种因素制约着它 那我可能就因此会放弃掉 它作为水电站的一个可能性 高落差只是它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它到底划算还是不划算 其实是要看需求端 供给端 施工难度 甚至包括一些生态环境的保护 等综合因素 全面考虑进来 才能决策是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到底满足了哪些建设水电的一些需求 白鹤滩位于的这个金沙江下游高山峡谷地区 它的落差非常大 而且水量也较大 水流湍急 是我们水电开发的一个非常优越的选择的地方 我们的技术条件可以达到 然后经济指标也比较好 就是相对难度较低 建设成本又低 对 而且它可以最有效地发挥我们这一核断 它的防洪和发电的任务 肩负重任的白鹤滩水电站正式投运之后 将成为仅次于三峡工程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 但是在地势险峻 地质情况复杂的金沙江沿岸 建造如此规模巨大的水电站 绝非一事 白鹤滩水电站在建设中 所面临的建造综合难度为世界顶级 科研人员为解决这些难题而研发的技术 也达到了世界顶级 建成后的白鹤滩水电站 多项技术指标委居世界前列 其单机容量百万千瓦水轮机组 更是被称为世界水电珠峰 这样一座代表世界最高建造水平的水电站背后 究竟有哪些新科技呢 说到了白鹤滩水电站 这可能是我国即将投入使用的 最新的一个水电站了 那比起以往我们建成的那些 甚至是著名的水电站来讲 它的新体现在哪里 新装备 新材料 新技术 新工艺 新装备这一点就是我们单机容量 百万千瓦的水轮机组 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在白鹤滩总共有16台这样的机组 那么将来投运之后 这16台机组全速运转起来 只要一天时间就能满足16万个城市家庭 一年的生活用电 白鹤滩这个地方水能资源非常丰富 它可以有巨大的发电的潜力 越大的机组对于能量的运用效率越高 它的发电的效率也越高 16台功率在百万千瓦的水轮机组 是白鹤滩水电站的超级心脏 单台水轮机组的高度超过50米 重量超过8000吨 比埃菲尔铁塔还重 同时它们又是非常精密的仪器 水轮机与发电机的同轴度偏差 仅0.015毫米 比头发丝还细 在它们一将近每秒两圈的速度 高速旋转时 竖直放置的硬币都不会倒 这样的巨型机组 是我国制造水平的体现 我们不但是建成了一辆机组 而且它带动了我们从材料的冶炼 加工到我们的机械设计 到我们的精密仪器的安装制造 包括配套的输配垫的设施 整个全产业链都有了一个系统性的技术飞跃 白鹤滩的第二个新 就是我们说的新材料 体现在低热水泥混凝土的全面应用 我们盖房子修路都是用的混凝土 我利用水泥的交接能力 把石头沙子粘在一起 就会形成很坚硬的一块人造的石头 水泥与水过程中大量的放热 我泥的时候为什么会发热 当我把水浇进去 再把这些材料浇进去的时候一搅 它里边就会有化学反应 那么这个化学反应就会释放大量的热 跟咱们的自害锅很像 自害锅咱们都知道 其实它就是底下放了生石灰 放了生石灰之后 你加了水 它就变成熟石灰 然后它就会发热 那么这个热量出来了之后 我才能像刚才周志人说 我把这个材料都能够粘在一起 才能够去兼顾材料 但是建造的过程中 它一直在不断地放热 那么当冷热一对比的时候 它会有热胀冷缩 在这个过程中热胀冷缩 就会让我们焦住的这个混凝土变形 那么混凝土本身 又是一种能够承受压力 但是承受不了拉力的一个结构 这种变形如果过大的话 它就会开裂 怎么样来解决混凝土的开裂 通过非常优化的 精准地调节水泥的这个配比 我们得到了低热水泥 这样的一个新型的水泥 新型水泥表现什么呢 我们在刚焦住 集中进行化学反应的这个过程中 它的发热量很低 但是它的后期的强度呢 又不断地增长 使得它不会一开始剧烈地发热 达到非常高的温度 有利于我们的温控 另外呢 它后期强度持续增长 也会让我们的水泥它的强度得到了保证 正是运用了低热水泥这样的新型材料 我们白鹤滩的整个大坝的抗烈的安全系数 比我们的规范提高了将近20% 抗烈的安全性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那么也真正地使得我们能够建成这样一个完全的无缝大坝 建造的过程当时使用的新技术它的内核是什么 移动互联在我们的施工过程中有了应用 比如说我们的每一台施工设备 它都有高精度的定位装置 同时还有高精度的传感器来判断它的施工的状态 那么通过它的定位它的状态 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一台的施工设备 它进行了哪些施工动作 然后同时通过我们的5G网络移动互联 实时地把这些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 全部能够上传到我的数据云中 然后再通过工程师预先设好的算法进行计算 那么我就可以判断它的施工的行为 是否满足我的现场质量安全控制的要求 这会不会跟我们的智能家居有点相似 传感器已经咱们老百姓也都用上了 对吧 无论是家里的监控啊 加湿器啊 风调啊等等 它不再像传统的 你自己靠人 我今天觉得干了 我就摁开 我觉得湿了 我就停一会儿 现在好多东西都是可以实施监测的 工程里面建大坝的这种传感器 要比咱们家里边这些传感器 它的敏感性更强 它的指向性更准 大坝内部有一万多只传感器 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工程师 可以通过这些传感器实施监测的数据 在任何时刻都可以了解我们大坝 你关心的每一个点 它的状态 比如它的受力的情况是怎么样 它的变形的情况是怎么样 它是否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 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的传感器会第一时间发现 所以我们都说 这些传感器 就是我们工程师的眼睛 它是整个工程的哨兵 它可以第一时间发现 有任何异常情况 都会报告给我们 就是从传统的 我们肉眼可见 变成了无处不在 都可以看到 是的 而且我们肉眼可见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采集频率的 我半天一驱罗 或者两小时一驱罗 你才能看到那个位置 而我们现在这种智能传感 还是四小时 实时的 就有点类似汽车防撞系统 以前的防撞系统是 你离近了 我才帮你做刹车的动作 那么现在的智能驾驶是什么样 前面车开得快了 我就跟着它一起快一点 它开得慢了 我就跟着它一起慢一点 我不再是只是那么一个动作了 这样的话 它的效率就提高了 水坝建造行业当中 有这么一句话 过去叫无坝不裂 我们有了这么高的智能建造技术 还会有裂的可能吗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说 我们白鹤潭大坝 八百万方混凝土 从开工到最后 它没有产生任何的温度裂缝 它是一个绝对的 真正的无缝大坝 无坝不裂 其实这里边的最主要的因素 就是因为你做一个大工程 要保证它在整个的施工过程中 都不开裂 这个事儿其实难度特别特别的高 但不见得开裂了就不能用 开裂了之后 我们是可以靠后期的修补 是可以把它维护到达标的水平 从结构的角度上是没有大问题的 对的 但是咱们老百姓都知道 一个东西你破了之后 你再把它修回来 肯定也能用 但是它要比一直都没破的这个东西 那肯定性能要差很多 我们开玩笑说 我小时候骑的自行车 车胎都是容易炸破的 炸破了之后 然后搓一搓再补一块 你会发现它也能骑 但是你看现在的自行车 很少在有爆胎的现象 尤其是汽车 是路上的东西少了吗 并不是 是因为它的质量变好了 而我们现在是靠新的技术和新的工艺 整个的坝的寿命和它的可靠性 其实是有一个质的飞跃 全部投产的时候 白鹤滩水电站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水电站 白鹤滩的装机容量是世界第二 仅次于三峡工程 投产之后多年平均的发电量 624亿度电 相当于我们全北京市 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的一半 也就是说只要有两座这样的电站 就可以供整个北京市的工农业生产 和居民生活的所有的用电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三峡 相比这下白鹤滩水电站更新 那它的优势体现在哪 白鹤滩水电站 它和三峡都是长江干流的一个骨干梯级 它都是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水电建设的最高水平 白鹤滩装的是世界上仅有的 一百万千瓦的水轮机组 这也是在我们三峡七十万千瓦机组之上 又一次技术的革新 水电站的建设还是跟这个技术发展相关的 白鹤滩水电站我们叫新型水电站 比如说我现在就要建房子 我们有很多人需要居住 那最开始的时候建三峡的时候 是我们技术到一定程度了 那我就建一个比如说四层楼 我一定会找现在给我这个地块里边 最平坦最舒服最合适建这个地方 那么把它建成了之后 现在我说我不够住了 我现在还需要进一步再建 那怎么办 我现在技术已经有提升 我想建一个新型的 靠我们现在的新技术 在一个之前不太方便建的地方 我找一个相对难一点的地块 建个高楼 工程的布置的位置不一样 工程发挥的效益不一样 三峡工程以防洪为主 兼顾航运和发电 发电只是它任务中的第三项 金沙江下游 也就是从攀枝花道宜宾这一段 长江干流的河段 我们是分乌东德 白鹤滩 西洛杜 象加坝 四个梯级来进行综合规划 白鹤滩作为第二个梯级 以发电为主 它有巨大的调节库容 在汛期就可以把水蓄起来 等到枯水期又缺电的时候 我们再水放下去 实际上仅仅白鹤滩水库的运用 就可以让我们下游的梯级 每年多发24亿度的电 当然同时它也会有巨大的防洪收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泡 1.6亿吨 二氧化硫51万吨 相当于法国全国碳排放总量的一半左右 极大的助力我国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接下来我们说说在建设水电站的过程当中的环保的问题 这里面涉及的环保问题有哪些 在这次建设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 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本身 我们一直是坚持生态优先 在发展中保护 保护中发展 以前可能国际上有一些认为 水电站虽然运行的时候没有碳排放 但是建设过程中是存在 特别是有的人认为水库蓄水 它会淹没大量的森林 因为造成碳排放总量 实际上这种高山峡谷 本身它的环境并不好 它的树木没有这样密集 在蓄水前我们进行了系统的库底清理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大的树木被水库淹没 然后在水下腐烂 我可以讲一个数字 345是什么呢 我们白鹤滩的库区淹没线以下 有345棵树 这些棵树实际上在建设过程中 我们全部进行了移栽 白鹤滩的施工区 它是国家级的水土流失严重区 在我们建设前 大概每平方公里每年 它的水土流失量在3000吨到4000吨左右 那么经过我们在建设过程中不断治理 我们整个枢纽区有330万平方公里 都完成了绿化 完成了植被的覆盖 现在整个地区的水土流失量 降到了每平方公里每年不到500吨 从中度重度的水土流失区 变成了轻度微度 通过工程建设 实际上我们是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我们都知道这种山区 要跟土层是非常珍贵的 在使用过程中 没有一分流失 我们全部都把它专门收集起来 放在裱土堆存厂 然后在蓄水之后 都是要把它重新运用到复建里面 理解 其实有人说 人类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给地球 给整个资源 带来了很多破坏的地方 但是其实人类在 我们就试分极了 因为我们人类在一种 不便宜的就是 几个人不提供的呢 为什么 就是它是 有受伤了 在这种真相当中 但是我带来 给弃 哪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水电站还对坝址区进行了系统的水土流失治理 建造了珍稀植物园 在土壤改良 生态修复等方面成效显著 随着工程的建设 当地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 那接下来跟我们来说说白鹤滩水电站 一旦全部落成使用的时候 它的社会价值 经济价值 发电这一条我相信大家都好理解 它肯定会给我们创造源于不断的能源和资源 我们建水电站其实要考虑收益比 它原来的生态是个什么样子 那么现在我们建完了水电站之后 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希望的是它原有的好我们保留 原有的不管是这个地方不适合人居住 或者说这个位置它的环境其实本身也需要改善 那我们把这些不好改进掉 等我们建成了这个水电站之后 再来看还能不能带来更多的效益 比如说水坝拦过来的这个蓄水池 其实是一个天然的比较好的景点 能在旁边开发出很好的一些地产 经济圈等等 解决了当地的就业 带来了新的契机 不但是要把移民搬出去 我们还要能让它稳得住 要逐步能致富 离白河滩最近的云南昭通的巧家县 原来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小县城 但是现在它成了一个非常风光优美的 冰湖小镇 发展规划里面他也提出了 我要打造冰湖旅游城市 经济上是一个欣欣向荣的 白河滩水电站的总投资金额超过2000亿 相当于北京大兴机场 以及港珠澳大桥的投资总和 在水电站建设的同时 各种配套设施的建设 也极大的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 长达200多公里的等级公路 连通了峡谷深处 三座新建的金沙江大桥 也为当地百姓出行带来方便 白河滩水电站还为当地提供了 一万多个就业岗位 开发性移民政策 让当地十万百姓搬出了大山 住进了现代化的高楼 不如小康生活 除此之外 白河滩水电站还为当地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先说通行 在一笔以上的河段 实际上以前都是不同行的 但是在我们的金沙江下游的 几个大的梯级投入之后 通过蓄水高辖出平湖 那么这一段的水运的发展 是相当好的 另外防洪 白河滩它有75亿的防洪库容 它是整个金沙江下游梯级的 防洪的骨干 通过白河滩水库的调节 可以进一步地发挥三峡的防洪优势 假如全流域普遍性的洪水的时候 我通过白河滩的一级蓝蓄 让上游的来水又减少 那么可以减轻三峡的防洪压力 两个水库的连掉 可以使它的防洪能力进一步地提高 未来我们的水电站的发展 我们有没有瓶颈 瓶颈就在于我们的水能资源只有这么多 根据世界能源组织的一个调查结果 我国的水能的目前的技术可开发量 大概达到每年是三万亿度 2020年中国的用电量是七万亿度左右 仅靠水能还不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那么目前来说像风电光伏这样的清洁能源 它的短板就在于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电量 水电它的调节能力是非常强的 我们现在的测算来说 水电的调节能力是火电的两倍以上 那么水风光储物 协同发展 大量可开发的清洁能源 能够通过水电和抽水蓄能的调节 配套的使用使它稳定地接入电网 才能够达到将来所有的电网 完全由清洁能源来供应 共同并往来 随着我们的生活的发展 我们用电的需求也会增长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水电站的这个技术也会往上去发展 有可能就能追上我们的发展速度 那么提供更好的这种替代能源 最后您也来帮我们畅想一下 未来水电还有哪些发展的可能性 清洁能源发电的比重占得非常大的时候 我们甚至就可以不用再说煤电的事情了 就变成一个新的一代人的一个认知 他认为电就是从水来的 给孩子讲 我说我们现在发电大部分都来自于这些水 它冲下来之后就形成了咱们的电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年轻的科研人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也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透视新科技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更多的节目内容 可以下载央视频去收看我们过往的节目 好 我是盛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